快開心心快快樂 輕輕鬆鬆學數學 齊來沉迷計算當中許多的樂趣 以備得 那個不是我們要乘的巴士 我們快點去追啦 慢點 慢點 巴士站一個人都沒有 但車子開得這麼快 我們追不追到的呢 不要緊 我記得黃老師今天教過我們 一條關於速度與距離的算式 計算了之後 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不可以追到的了 想知道彼得與小婷追不追到巴士 首先要知道他們與巴士站的距離 以及巴士與巴士站的距離 彼得與小婷與巴士站相距10米 而巴士與巴士站相距100米 那我們知道距離了 之後呢 知道距離之後 我們還需要知道我們與巴士的速度 原本我可以跑得快點的 不過因為你腳短 所以我要救你 也就是說 彼得與小婷奔跑的速度 將會是彼得的跑速 時速9公里 而巴士一向五道站都不收有的 所以均速可以視為時速45公里 將時速進行換算 得出的速率分別為跑速每秒2.5米 以及車速每秒12.5米 代入速度的公式 時間等於距離隨意速率 再計算就可以得知巴士需要8秒 才可以到達巴士站 而他們只需要4秒 將兩隻相減 都還有4秒 你真是說 我們可以趕得及 太好了 幸好趕得及 別趕了 車來了 切車先 好 OK 想知道巴士司機飛站的機會率 就密切期待下一集 我們穿著皮鞋跑 很雙腳 不要緊 我早有準備 這對全新的日本白飯魚 爪地利特群 加入空氣鞋戰 改善了白飯魚以往的缺點 就是它的避震力 舒服得來之餘 還可以加快跑速 我們快點換鞋吧 嗯